大家好,我是温州普法形象代言人小欧 浙江因水而鸣,因水而兴 可近年来频频爆出水污染新闻 温瑞糖河是温州的母亲河 曾因经济粗放发展 河水由青而浊而黑臭 惨梦经历水之伤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温瑞糖河的治理过程 出发 这糖喝水怎么这么浑浊呀 哎呀,那边有一个工业污水排放口 工业污水乱排是污水供制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任何单位及个人要想排污水 都得取得排污许可证 刑法明确规定 排放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的 将构成重大环境污染室部队 哎呀,河里好多垃圾 船还开得动吗 发大水啦,救命啊 未经处理的城市垃圾 生活污水乱跑乱放 会导致水中缺氧 致使微生物死亡 引起水中藻类疯长,抬高河床 大雨一来很容易引发洪水 防洪法规定 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 禁止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扎土 从事影响河市稳定、危害河岸地方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 除了防洪 排涝已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排水管道系统是城市的血管 大家要好好维护它 城市才能健康运转 水的质量 决定生命的质量 为了保供水 不加加强江河源头区 引用水水源保护区 和水源寒养区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工作 包猪婆 为什么停水了 谁让你们不节约用水啊 哼 哎呀 告诉大家一个节水小妙招 桃米水可以洗菜 又能清除残留农药 还可浇花 洗手 洗脸 美白 人夫哦 作为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还应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协约用水 人人有责哦 早在2010年 温州已经制定了浙江省温瑞唐河保护管理条例 用来治理我们的母亲河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 温瑞唐河变得清澈 秀美 充满活力 清水热水 才能让人安居乐业 更爱这座场